当时大伯乡新主兵社区博物固点 十个最后既行到百二十 官长吴张良 立委丹明文 大伯乡党五名分 行政与政府顾问 丹冠廷丁明台贵宾都交到参与 我当现场新主兵今晚 混混成上家乡的传统合中 也准备来煮各个家乡料理 带来精彩舞蹈表演 现场老子冠冠 日久他乡也变成了过乡 官长吴张良表现 丹冠台狱有12,000多名新主兵 台北乡没经有186名 新主兵对他乡丸家乡丸家乡丸家乡 其中有很多新主兵 已经来台生活超过几十年 在世名岁月当中 除了同年已经生年短暂的岁月生活 在原地的国家 其他的时间都在台湾度过 大普今天可以说是 就新主兵来讲是一个非常高兴的日子 因为他们一个新的祭典 揭幕了 那这个祭典代表的是什么 代表以后他们可以利用这个空间 彼此可以联礼 可以办活动 包括可以开会 那大普乡现在目前为止大概有116位 我们的新住民 那嘉义县大概是一万两千多位 我们的新住民 从他乡嫁到这个嘉义来 那大概很多嫁过来都超过二十年 那所以基本上日久他乡 就已经变故乡 因为即将在他们生命的岁月里面 那除了在童年跟成年 住在他们的国家 那大概在大普住了超过二十年以上 所以基本上时间是差不多的 那我想这个地方是非常好 那他们我们的协会 那我们的翁礼市长 马朱林金 把这些新住民 虽然散居在大普乡的各地 那把它集结起来 弄成一个平台 所以这个平台现在有一个据点 那我想对他来讲是最高兴的事情 所以我们希望 未来这个平台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让他们在这边 那可以彼此之间做联礼 那包括可以啊 彼此之间互相照顾 那我想这个是平台最重要的意义 那整个大普协会啊 实际上嘉义县政府办活动 他们也经常下去啊 参加活动 那包括表演 所以他们基本上是完全融入到 嘉义这块土地 我们谢谢他们对这块土地的努力 也为这块土地 创造了很多异国文化的乐趣 通过据点的设立成立 那可以让我们新住民姐妹 以及新住民家庭 可以在这边团体联谊 还有一些 比如说需要资讯的一些法律啊 还是说一些学习 然后我们 我们会持续在三楼据点 会做一个培训的一个 就业的一个培训 那这样子让我们 就是帮助我们新住民协会的姐妹 定家融入在地的生活 广州资议特别既免 有了古典之后 未来新住民朋友 可以在这边联谊 基盘网统开会 让这个平台发挥更大的作用 让大家可以保障照顾 谢谢新住民朋友 为嘉义这块土地的努力 经过为这块土地 增加了更多 亦有文化的风采 这些是我们正义行大部分 彩虹不得 普花6千块现金 你领了吗 要在ATM领现金 记得要带三个东西 一个是健保卡 一个是身份证 还有你的提款卡 首先你要用ATM领这6千块 你要先确认 这一台提款机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贴纸 叫做普花现金 我们现在把提款卡 放到提款机里面 好 现在就进到页面了 那你会看到 在这个荧幕里面 你会看到一个 全民共享普花现金 你把它按下去 输入你的健保卡 所有的这些账号 输入健保卡号码以后 你就进入到下一个页面 叫做身份证字号 好 这个时候我们就按确认键 好 我们取回卡片 我们就完成所有的动作 记得哦 不会有人传简讯 或者email 叫你要去领钱 也绝对不会有人 打电话给你 叫你啊 如何去领这6千块 或者是转账 如果有这些行为 全部都是诈骗 你到底怎么花这6千块 请你留言告诉我们